關於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可以分為維護和發揚的兩面上來看 在這個維護的部分 我們知道 傳統的民謠音樂 屬於公共文化產 這種東西 透過社會的典藏 我們應該用這個網路 公開讓大家可以享受或應用 因為早期採集的人 可能收起來 他就給電藏在那裡 大家比較不知道 現在我們可以透過科技 跟永遠網路 公開發 讓大家去享受 大家可以了解他 和應用 這樣他的應用的環圍就會比較看 在這個聯網 我們應該好好鼓勵 盡量電影 電視 動畫 或是一些舞台曲 頂頂運用電腦 媒體 這種表演技術 我們盡量希望 鼓勵他們應用在傳統的民謠 他們的所在 結合意義在這個表演技術裡面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要看的是這個 如果透過他們做一個媒體 現在的年輕人可以接受到傳統的這些民謠 然後再來呢 我們來講這個法有的部分 我們知道這個歷史的腳步不斷在鄉前行 絕對不會在原地的腳步 所以我們對這個傳統的東西 我們只要讓它新的生命 讓它有一個新的娃娥 尤其是這個地球中的形成 全世界的人類 都去漸漸接受到 世風嚴格的這個生命 在我們台灣 台北的人 現在都漸漸接受世風 這種學生對外 這種的 嚴格美學的概念 所以 在我們這個經營之下 我們要向前來看 要自由和傳統的東西 要怎麼讓它再生的生命 甚至說 我們可以去出用 傳統的民謠 還是音樂的 經過 改變 延伸 還是說 用傳統的音樂的精神 拿來做新的創作 這樣就變成說 異靈沒一種的意涵 甚至說 我們把傳統的 把它錄音起來 你欣賞在你聽 意思就是 古早的性貌而已 但是 如果我們把他拿古早的傳統 淹在裡面的靈魂精神的部分 拿來應用 用現在的概念和美學的觀念 重新改變過 還是成新的觀念也可以 這樣就有一個再向前行的力量了 另外 當然 我想到教養的問題也很重要 很多人看到一些 台海裡面的音樂科 台部門 農部這部門的確定 如果這個傳統音樂科定都是 只在你傳統的部門的保留 但是 剛才我們就說了 歷史的腳步是不斷向前在你走 所以我們應該也有一種創作 就是 要怎麼教我們 向一代應用 要怎麼去應用 傳統的元素 來用現代的技巧 來發展出新的台灣生命的信用 出來 來發展出新的工具 來發展出新的工具 很想要再加賞 來發展出新的旅生 到何時,來發展出新的工具 如果是天下而發展出н嗎 來發展出新的網友 對新的光顏 有一個 flu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